是不是庭院建好之后总是觉得不太满意 或者不是自己想要的样子 今天我们将揭示庭院设计的秘密 帮助您打造一个完美的庭院 一 业主对庭院设计的了解和认知不够 不够重视 认为花园设计的价值没有室内设计大 有些人对于做花园完全不了解 直接交给施工队伍按照自己的想法或施工人员建议来做 有些人觉得花园简单弄一下就好 不需要规划和设计 随意按照自己脑袋里的想法 直接让工人来做就行 其实庭院花园的设计是非常专业的 庭院花园设计包含的设计专业和类别 要远多于室内设计 如果没有专业的设计团队 往往会导致施工质量不高 甚至出现安全问题 二 庭院设计师可能没有充分考虑使用者的需求和喜好 缺少对未来使用的预见性 导致设计出来的庭院不能满足使用者的生活需要 此外 使用者的需求和喜好 也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 庭院设计的核心是生活方式的差异性 和对审美要求的差异性 所以理论上讲 这个世界没有完全一样的两个庭院 因此不能简单地想象成 庭院这里应该放这个 那里应该放那个 这么简单的设计想法 三 庭院设计可能没有充分考虑使用性和美观性 一个好的庭院设计应该兼顾使用性和美观性 让使用者在庭院中感到机方便又舒适 如果庭院设计只注重实用性而忽略了美观性 或者只注重美观性而忽略了实用性 都可能导致使用者对庭院不满意 四 庭院精神力的提升 所谓美观和实用只是庭院生活中最基本的要求 但如果你想跟别人的庭院不同 或者这个庭院里存在一种属于自身品格的影响力 那么就需要对庭院相关的文化了解的更多 处理这个庭院的历史 环境 故事等等文脉 可以让庭院具有更多的精神力和文化故事性 这就是为什么建好的庭院 您总是觉得不满意的主要原因了 业主朋友们 你们有同样的感受吗 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全部内容 感谢观看 原诚家 您身边的造原专家 中文官的并 biomedical部分